背景本來是白的,變成後面有一點非洲草原的一張圖 所以每個背景都長一樣 也就是說你今天有一張圖要制定該怎麼制定? 第二個這邊有一個喇叭,有一個背景音樂 這當然是我們這邊應該要有聲音才對 那我播一下給各位看,我有把喇叭打開 所以基本上他會播一個背景音樂 這個背景音樂的話它跨投影片播放,循環播放直到停止 而且隱藏起來了,看不到,所以你按下去它還是繼續播 它不會因為你按下一頁就不見了 那每一個都可以連結,按下去之後的話 這個是什麼?吸鳥,按下去,這邊就有吸鳥 然後這個,有沒有發現 土撥鼠出來,對不對 當我滑鼠一過去的時候會怎樣? 跳回去,而且還有一個聲音出來 一樣 就這樣 沒了 OK 還在播 所以他的動作要求是這樣 其實還蠻有趣的 所以剛剛有些動作如果你不會做的話,你順便可以學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跳到這邊來 為什麼移過去 它會 跳回去第二頁 其實在哪邊可以設定呢? 可以等一下會來講 第一個的話一樣,我們產生什麼?產生我們需要的檔案 那題目裡面有要求就照著做好了,這個先關閉 然後我剛剛已經產生了這個檔 背景是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在我們的檔案裡面 已經提供給我們一個背景圖 按右鍵 這邊有什麼?背景格式 背景格式裡面 各位可以找到一個圖片 貨填滿 材料填滿 你把它點擊 它會出現 跟你要一個檔案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 比較快的方法按滑鼠右鍵 有一個背景格式 找到這個 第三個 這邊一個檔案 你去把 這個題目提供給我們那個檔案 在C點底下的那個 NS.CSF 這個資料夾裡面就有這張背景圖 那我按插入之後 這個時候它只會 影響一張投影片 如果我希望全部都一樣的話 你按關閉就是一張 按全部通通都 換的那個背景圖 第一個 所以我們第一題就完成 第二題的話呢 在第一張投影片 插入什麼? 聲音檔 就那個剛剛那個 有那個打鼓 那個非洲草原的那個音訊 那一樣是放在這個路徑底下 按插入 那它做什麼呢? 題目裡面是要求我們做幾個動作 反正按部就班就完成 而且這檔好像還蠻大的 所以它等一下下 它幫我們載入 載入的話要做什麼? 跨投影片播放 所以你會發現它不會中斷 第二的話呢 循環播放直到停止 然後隱藏 這個好像前面都有做過 大小位置這個做過 所以這題應該 不算太困難 好加進來對不對 播放的地方 跨 投影片播放 所以將來 你們如果要加 一個音樂檔 一直播一直播 不會停的話 就這個 這個選項就OK了 隱藏起來 播放的時候不要喇叭 不然的話會有一個喇叭的形狀 感覺怪怪的 再來的話呢 循環播放直到停止 就它一直播一直播 一直播 那播完一遍之後的話 它又繼續 repeat 直到什麼呢 你已經 簡報結束 它才會跟著停止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再來就是 按右鍵 或者在格式裡面也有了 大小及位置 按右鍵 那大小及位置 我們這邊它給我們相關的數據 我再改一下 1.5 1.5 大小 都1.5 位置 它要的是在 水平20 垂直是 16 所以這邊的話 水平20 把它打上去 然後垂直是 16 只要按部就班的 再double check 再double check OK 有沒有替代文字 沒有 關閉 就完成 第二題了 應該都OK啦 再來的話呢 設定這個 當點它 跳到這一頁 有沒有 當點它 跳到這一頁 那其實都一樣 所以 偷懶一下 犀鳥 它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我們 在 有四張 分別連結到對應的投影片 並顯示 標題文字的提示文字 那有個簡單的方法 比如說我今天要跳到 犀鳥的話 對不對 我可以先把犀鳥兩個字 不用同打 C 一下 然後呢 移到這個 的上面 做什麼呢 插入 超連結的動作 你可以在插入裡面找到超連結 或者是我的習慣是按右鍵 也會超連結 哪個比較快呢 我的習慣 我是按右鍵 超連結就出來了 不然你還要再插入超連結 多一個動作 右鍵也有超連結 就用右鍵超連結 然後跳到哪裡呢 跳到第3章 所以這份文件中的位置 第3章 就它 然後呢 它不是有個顯示文字 對不對 這邊有工具提示 把犀鳥兩個字貼上 所以剛剛為什麼要複製犀 不然你還在打犀鳥 而且很容易打錯 打錯字的話 也是 會沒有分數的 OK 所以工具提示 加上超連結按 確定 那底下都一樣 吐玻鼠 把這邊 複製起來 再切回來 按右鍵 超連結 吐玻鼠 工具提示 其實工具提示有點像是 將那個 網頁裡面有沒有 你油標移到上面去 它會出現 吐玻鼠 三個字 但是好像在Powpoint 因為 沒有作用 所以這個有點 做得好像 有做跟沒做差不多了 不過至少他有講 我們就做 OK按確定 那底下這個 這個都一樣 所以請各位自行完成 再來的話 就是說 當我移到這邊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 跳回到 第 二張投影片 對不對 然後並且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有顯示 終身的音效 而且要每一張都做 底下有四個 通通都要移上去 做法都一樣 所以我就做一張 示範 其他 都一樣 所以 怎麼做呢 點他對不對 這個時候上面不是有動作 插入 動作 那之前插入動作的時候是 當按一下按鈕的時候 才會去觸發 這個動作 按下去 他才會跳到哪一張投影片 那各位可以看到 旁邊是不是有個頁面 叫做什麼呢 滑鼠移過 有沒有 也就是說你把它改成這個 改一下 他就會等同是按滑鼠 的那個動作 OK 所以不用按嘛 直接 就會幫你 移過去就可以了 跳到哪一個呢 跳到哪一張投影片 投影片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沒有投影片的話 你就往下找 跳到投影片幾呢 投影片2 所以你就選一下 有沒有 就選投影片 然後再去選什麼 投影片2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要有聲音 移過去要什麼聲音呢 要有一個 他要求的是 終聲 終聲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在很後面 在這裡 倒數第3個 按確定 就完成了 那一樣 這個要做一樣 一樣 一樣 所以 做4次 你說這邊有沒有複製格式 沒有 所以 再做一次 總共做4次 還好只做4次 如果 你的 你們是動物園好了 動物園 幾百種動物 如果每個都要做的話 不是做到昏頭 OK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 自行完成 那這樣子 把它 存一下 評分 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 歡迎 非常美味 還有 如果 說